第一次過來 因為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如果後面聽不到的話 可以舉手會講大聲一點 可以也給我一點掌聲嗎 謝謝 我做的東西是群眾集資平台 什麼是群眾集資 剛剛你們對我做的就是群眾集資 你們給我掌聲 大家給我一個力量 讓我有辦法把一定事情完成 這是群眾集資的最快的介紹 那 我不知道小時候大家有沒有在寫那個作文的時候 在夢想 大家都說我的夢想要做什麼 很多人說我要做總統 我要做蔣博士 我要做賴聲川 現在會唱歌了 還想說我要當周杰倫 其實往往大家在做這個東西的過程之中 大家小時候都把它定得 可能不是說真的很確切 但其實大家都有想說 這其實是可以達成的 然後慢慢隨著社會 大家慢慢長大 可能國小國中高中大學之後 身旁有很多 我們就說數落你的人 就是我們就說幫助我們的支持者 越多人對不對 幹掉你 就越容易成功 那這些人他們 因為這些人的衝擊 你對你自己的夢想慢慢的 會慢慢的fade out 慢慢的飄遠 那往往我們在做這個 在足夢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如果說今天有一些東西 它可以提供一個管道 那這個管道是 它不但它 它可以讓你去開放 讓更多人看到你做的東西 然後進而可以讓你知道說 在這個市場上 是不是有很多人 會喜歡我的產品 甚至很多人不喜歡我的產品 那我要怎麼樣去改 在它還沒有量產之前 在這個服務 還沒有被執行之前 會不會這是個很好的idea 這就是我現在做的東西 所以我做的東西叫做herreal 為什麼叫herreal 我不是叫heal 因為herreal 聽起來比較專業 那來家來家那種概念 大家來這邊集資 男生也可以築夢 女生也可以築夢 就是herreal 就很單純 從這一道夢想 我做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今天 如果說今天 太多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台灣很多很多 就是設計的人也好 那拍攝的人也好 或者是 就是很多音樂的領域的人 他們都有很好的商品 台灣是每一年 德國IF大獎 跟德國紅點大獎 最多得獎 得到精采的人 可是請問各位 在我們周遭的商品 有看到這些東西量產嗎 沒有 有沒有覺得社會台灣 有點覺得就不嘴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如果我們今天的管道 用Towron 我剛才講的那個formular 我可以把這些產品 拉出來量產 而且讓他們真的覺得說 哇我今天大學畢業了 我就可以當假博師耶 這才就是愛台灣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做的是愛台灣的東西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 群眾集市 在美國呢 最大就這兩家 各位應該有 就是都有稍微聽過 Kickstarter 跟韻代GoGo 他們玩法就是這樣子 今天 月亮今天他要找我主夢 他說 Paul 我跟你講 我有想要做一個很酷的機器人 這機器人真的很屌 那你可不可以 幫我把我的東西放到平台 那我就跟你說 月亮你先緩一緩 你自己先拍個影片 幫你自己的那個 機器人拍個影片 然後拍完之後 你再放上我的平台 那這個時候 他就說 可是我是設計機器人的啊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導演 我又不是攝影師 怎麼辦 所以在過 我經過一年的試調之後 我發現不行 在台灣 就是台灣人 我不會說叫短視盡力 只是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往往會覺得說 東西太遠 其實很容易就放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台灣的教育 還是說 就是我們可能比較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說 我就提供一個服務 去做叫做微電影 所以今天 Kickstarter他們做法是 他要鼓勵月亮 像他們這種有創意 夢想家 來拍電影 我不是 我去找一個團隊 幫你拍微電影 怎麼樣的微電影呢 你告訴我你的故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故事 越可憐越好 當然這個開玩笑 當然也有開心的故事 我跟你們聊天 對 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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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 給大家 因為台灣好像比較喜歡你 有點累 多於笑話 所以我們就是 用感性助求的方式 用社群互動 我們告訴人家說 這東西還沒有出來之後 你可以告訴我好跟壞 你可以告訴我東西好還不好 我今天發明的機器人 也許只是我喜歡 搞不好我女朋友不喜歡 他可能不敢講 他在背後那樣子 背後衝一下 用一下月亮 這東西可能不好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就怎樣去 可以把這個底線改掉 同時我可以用整個行銷 我們公司有行銷的人才 可以去幫你把你們的產品 跟部落格口碑傳播 跟一些相關的雜誌 跟一些經濟工作合作 主要的目的是把你的產品 在還沒有量產之前 先讓大家喜歡你的產品 用預購的方式支持你 當東西成功之後 請就過來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東西 這樣才會做主夢 所以目前各位應該沒有問題 有問題可以問我 那這是我們的粉絲團 然後 這是我們的流量 這我就跳過了 這東西其實不是很好看 因為四月底才剛上去 只是說給各位看一下說 還是一個合法的網站 那我們只做工業設計 音樂跟表演為什麼 因為台灣其實 已經有另外一個群眾集團 做了包山包海 那他們是前輩 那我想要做的是立體點 我想要真正可以幫到更明確的人 表演的人 今天他可能是耐心專 可是他沒有支援 我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在台灣表演的人很辛苦 你這樣借座表演的人 你好像看他們投錢投了很多 他們往往去生命的人 只能敢買一個三明治 你知道這是有點 我看到的時候 真的是還蠻那個 那 音樂的部分的話也是 很多獨立樂團他們去 什麼見證大團 拿出很多很多的表演 他們叫做也是 把他們的音樂 要更多人看到 所以其實如果你剛剛說 我要幫你這個音樂人 我給你錢 他還不要喔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來買我的作品 那這個機會不是給你很好 我給你先把錢 我把你的錢給你 你只要把作品做出來之後 你給他 所以群眾極致的概念 他往往他反映在整個 幫助人的架構裡面 他第一 他有顧到我們音樂人的自尊 設計人的自尊 但第二 他最重要的是 我讓你的音樂 讓你的設計 讓你的表演 讓更多人看到 最終達成你的目的 我只是用不同的行銷方式 創造另外一個 假模式 賴森川 還有周杰雲人 所以這是我自己 希望想要達到的目的 那法律顧問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做 那也就是說 幾乎每一個工業設計 機器人的部分 我也要有人幫他去申請專利 所以 有人說我包山包海 可是我覺得我是做到 今天是藝術家 我讓藝術家 比較focus在藝術家的工作 其他我幫你take care 如果我今天做我比較好 其實有時候政府 要稍微檢討一下 我自己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是要跟各位講說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考慮放上來 那我們這個部分 行銷企劃 對媒體曝光的部分 就是 其實 我剛才講 我影片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 台灣人 我今天有一個人跑過來 然後他沒有手 可以說 可以跟我買口紅糖嗎 可能就說好 你看到很可能的地方 有一個吉他手過來 然後說 可以幫我出專輯嗎 可以幫我們 你就可能就想說這個詐騙 台灣人很看那個 眼睛跟耳朵 聽到的東西 有一些台灣女生 更常聽到 就比較重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說 如果我們就可以 包裝為影片 讓大家看到說 他們的故事 我們傳達的 不是他的作品 不是他的表演跟音樂 我們傳達他背後的故事 再把他的表演 作品跟音樂 都在裡面 這講起來其實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Discovery 就常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 就是讓各位知道說 原來 原來背後的故事 跟他的作品 幫頭在一起的時候 怎麼那麼的感人 那他會觸動到我的心 我小時候也有一個夢想要達成 我是要把錢拿出來 去贊助他 那進而他贊助他之後 他會造就這個 分享這個 就是群眾集職 所以我今天製作音樂 我可能會對個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 可能會對個表演 大家一起玩 我的目標是 今天用何ville 搬一個音樂機 每個人都過來 然後很多音樂想說 因為我們音樂 和Rio的關係 把錢就是提到 那大家有這個機會 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音樂 而不是只是照著 傳統的管道去走 所以這就是 我們目前的服務 對 那這是我們的夥伴的部分 那就 比較不要做一些 就是公關 我們就跳得比較快 那 這個剛剛我講到 那個夥伴的部分的話 如果音樂人的部分 像剛才有 我剛才有跟你 就是剛才有一些 朋友有 老師有提到說 有些朋友有 可以介紹音樂的部分 那我在音樂的部分的話 我不但只是 幫你拍我影片 我還幫你找台灣 就是 樂人是台灣現在做 最好的線上媒體 就是他在台北 他就專門幫你拍影片 然後收音 讓你再知道說 用來拍音樂 他的音質可以真的在高齊 所以他這個是 音樂傳導的影片 然後再搭配我自己的QA影片 就是我們的故事影片 Bondo在一起 那 還有另外一個公司 就是我們的工業設計公司 剛才給我發一支影片 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要發明機器人 可是你不會做機器人 那你會設計 怎麼辦 我還幫你找人來幫你做 你看 所以為什麼我會那麼忙 幾乎都 好幾乎都沒有吃晚餐 所以就過來 我就幫你做 做出來之後 我還幫你集資 東西過來之後 我幫你做完之後 幫你看市場性 最後如果真的喜歡的時候 你再去量產 所以有人說我做佛心的 我真的是 你知道嗎 不是一直在講我的好話 只是說 這樣才真的可以幫到台灣 真正他們需要支援的 然後真正可以需要靠著 因為你不是說音樂電視很簡單 申請資金 政府資金就下 也很辛苦 所以我們讓這些東西 也讓政府看 讓更多人看到你們的東西 我們用自己社群的力量 用群眾募資的力量 台灣人幫助台灣人 其實到後來喔 就是很多東西 這是我們的slogan 凝聚感動世界的力量 其實大家 我常常跟創業者 我也很常常跟創業者 那個協會 其實真的有時候 他們講的很好 就是成功其實 並沒有 並不孤單 只是堅持下去 很多 那我們這種就是讓 每一位 音樂人 設計師 跟表演者 有一個堅持下去的管道 所以希望各位 有機會支持一下HRiO 也幫助一下我們台灣人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slogan多好 厲害 我們slogan多好